有钱有权任性 贵氏臣子泛起 到了乌玉横流的商业社会 有钱任性 为了有钱不择手段 似乎司空见惯 然而 商业社会也是法治社会 不可能因为有钱有事 就可胡作非为 或者大搞钱规则 在灰色地带违背公序良俗 导致适适风日下 最近 有媒体报道称 一位上海太太 月薪14万招聘两位保姆 要求能提供贵氏服务 自尊心强的不要 这个事件引起了社交媒体上的热议 这可是21世纪了 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就能大行其道的 首先要有文明的尺度 贵着 自古以来 属于奴才与奴隶 怎么可能轮回到了打工一族 封建专制时代 大臣建皇帝要下跪 小官建大官要跪 百姓建官老爷要跪 所以历来有 男儿西下有黄金 上跪天地 下跪父母之说 君子向来不耻下跪 所以 民众不但要站起来 而且还要动起来 这在当今一个正常的国家里 应该是天经地义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5月15日 有网友称 日前广州某口腔医院 在5月12日护士节当天 对新入职护士进行受冒仪式 并晒出仪式照片 照片显示 有多位女护士跪地背对台下 接受医院领导受冒 此事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留言 新护士受冒仪式比较常见 但多为资深护士前辈 给新护士受冒 医院男领导 给护士受冒较为少见 也有网友持不同意见 认为部分院方领导 也是医护行业前辈 进行受冒 不至于被批评 且上述护士 并非在当天下跪 而是敦跪 这次敦跪受冒引发争议 主要因为掺净了领导因素 有网友认为 此事性质恶劣 是领导高看自己 和看低护士的体现 这并非网友想得太多 而是在高尚的护理事业面前 人们对权力缺乏 牵液的担忧 所催生的正常反应 在护士专属节日里 不妨让护士照相坐前排 聚餐坐主桌 在领导面前能站至腰板 才能体现出权力 对专业技术的牵液 社会对护理事业的重视